头条消息要看到 北韩在昨天下令炸毁 为在开城工业区的两韩联络办公室 引起了世界关注 而北韩的官媒朝中社 也在今天释出了炸毁瞬间 大楼灰飞烟灭 不过在炸毁的三天前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上周才警告 两韩联络办公室会灰飞烟灭 如今预言成真了 而究竟金宇正的接班的可能性 是否会提高 炸毁的行动对于两韩 甚至美朝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交给慧平 好的谢谢新话 这个北韩动作频频 背后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 我们今天来为大家深入的剖析 首先是我们看到 继昨天炸毁韩联办之后 今天北韩的朝中社官媒大动作的 公布了爆破瞬间的六连拍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这栋建筑物玻璃建筑物 它的炸弹是在这个低处的地方引爆 让这栋大楼膨胀之后 垂直的方式来倒塌 那其实大爆破时间的南韩政府 也宣布是在昨天下午的两点四十九分确认了 那再来是我们要看到 其实整体事件到底是经过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还是要回到五月底的时候 是脱北团体飘了传单到这个北韩 怒骂金氏政权惹毛了金与正 六月九号 北韩就宣布切断两韩一切的联系 六月十号就是隔天 南韩政府立刻出手 想要挽回这段关系 宣布他们裁册了两个脱北团体的合法性 但是北韩政府还没有要因此善罢甘休 他在六月十六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就炸掉了韩联办 但是这个韩联办的前身 其实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韩联办作为目标 其实他的前身是在2005年开城工业区 在启动的时候呢 这里是这个所谓的南北韩交流中心 他是所谓象征 南北韩的一个和平的象征 其实呢 这当时是南韩政府花了一百七十亿韩元 来砸下来来新建的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随着两韩关系急转之下 这栋大楼也跟着就没有再使用 直到2018年文经会的时候 两方双方达成关系 希望把这栋大楼改建成为韩联办 那双方再度展开交流 也在同年的九月就重启了 重启的时候 前前后后南韩政府 一共花了九千七百亿韩元来进行维修 所以北韩选在这里 因为第一个他的地点 是在北韩的开城工业区 是在北韩的领土上 所以他炸掉自己领土上的东西 当然没有开战的意味 但是这一切都是南韩政府出资新建的 所以对南韩来说 当然是一大伤害 但是这背后重要人物 当然就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其实外界都分析说 他这一次当然是为了借由 这个所谓的动作 来进行他的威严的树立 因为他的准接班人的态势 已经是相当明显了 而且北韩今天继续宣布 他们还会有再来的军事行动 他们说炸毁两韩办公室 只是第一步而已 他们接下来会在金刚山 还有开城工业区 来部署朝鲜人民军 但这一切的背后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当然就是逼迫总统 美国总统川普坐上谈判桌 因为其实六月十二号 是川金会的两周年 那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 美国和北韩的关系 其实已经可以说是陷入了冰点 而且其实外界估计 北韩的外汇存底 大概只能够再撑三年的时间 三年之内就会见底了 在于这个国际制裁继续下去 他们就可能会要撑不下去之下 所以当然金与正 金正恩他们会很想要希望 借由这样的动作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今年年底就要登场 川普还会不会选得上 还是有待观察 如果一旦没有选上的话 美朝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付诸东流呢 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样的动作 逼迫川普坐上谈判桌 希望能够换取解除国际制裁的机会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南北韩的动作之间 这个交锋之间呢 其实对于民间来说 他们的反应 反而比官方来讲更加的强硬 其实北韩的民众 当然就是一贯的这个 态度比较强硬的时候 他们说为了 愿意为了援手来抛头颅 洒热血 但是对于南韩的民众来说 他们认为就是北韩的一贯手法 也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 海洩套 蒙巴尚能有半月光的能隔壁 跟自己在一起的 漂持平常情分接受 修人的美国之间的 我们的信念 统治理住了 我们统治理了 派民众来的 我们的心态度 我们是上人的 我们统治理了 中性不可 這次的 南左派人 前面有机会放弦 mı 之后 之后后%. 跟建议有机会和疼惜乐 领寥 Put 权谈议 例如,中共目前不停地在北口上出現,我們也有更多有陣子出現, 我們本來會發生的災習目和最大的安全帶來我們 因為我們很難以為我們是很難的,但是我們繼續在地下, 保持持人質地去接著我們,繼續通過那個經濟我濟動的確保持好好的